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向大家介绍的就是健身气功霸断感 现在我们每一式每一式地学习 学习完毕之后再将它整合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再提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一式一式地学习 就可以跟着进程全断去演练就会好 现在我第一式介绍这个健身气功八段感 就是两手托天 离三招 开始时段的大家就是曲室开一开步伐 然后将手四平八稳地提起 然后在身前好像抱球那样的姿势 做了一个定式的预备动作 预备动作完毕之后 来讲的就开始做第一式 两手托天 离三招 动作是将两手扣起然后提起企直 去到空前弹中穴就翻起手掌 看着手掌背一路将手伸到直 看着手掌背 看着手掌背 看着托天 如身懶腰 然后将头捐出来 做好一个伸展之后 然后拆开呼气 现在再做多一次 两手托天 离三招 将两手扣起提起手掌 去到空前弹中穴 翻起手掌 看着手掌背 摆到手掌平在头壳顶 摆平手掌 头出回来 平时目视前下方落下 拆开 拆开呼气 一式一式就好像是伸懶腰的动作 再来多次 吸气提手 翻掌 看着手掌背 伸展 最好能够做到八九成的力度 放手掌在头壳顶 伸懶腰的原理 然后拆开呼气 这个动作有些误点 就是当你提起手的时候 吸气就断断续续 希望练到吸气连续 那手最好尽量去做到伸展 将我们三招 即是五臟六虎 有个伸展的效应 然后拆开呼气 这个就是两手托天离三招的动作 现在开始进入第二式 左右开弓 似蛇雕 我们又开始在抱球的状态 之后进入两手托天离三招的搭手腕的动作 踏起手腕之后 即是左手做一个八字手 右手做一个拉弓手 然后坐低个马步 摆好这个拉弓射箭的姿势 伸展后放松 打开右手掌 拖着脚回来站立 然后又做另一边的动作 搭门 然后坐低个马步 现在是右手八字手 左手拉弓手 尽量去做到一个伸展 打横伸展的效果 好了 做完之后 又放松 里面有一个一松一紧 一次一张的动态在里面 好 现在再做多次 左右开弓 似蛇雕 伸展吸气 好 放松 呼气 或者自然呼吸 也可以 再来多次 搭门开步 坐马 吸气 伸展 将人打横拔开 然后放松 收脚 承开立步 好了 这个左右开弓射叼的动作 通常有什么 误点的呢 通常很多时候 做的时候 身体向前扑 这个是不对的 最好能够做个身体 是坐正直 通常有些人会是 耸起肩膊 我们要把它放松 然后 左手画完 右手提起 成一线形 手肘 保持少少微曲 要做到一个伸展的效果 才会做好一个 左右开弓 似蛇雕的动作 另外再提一提的 就是 坐马的时候 希望坐马做到一个 好像 骑马射箭的姿势 两只膝头铬开 这样来说 就会做到一个 很好的 一个扎马的效果 好 伸展后放松 好了 现在介绍第三式 是叫做 一步调理 脾胃衰单举 我们都保持一个普球的状态 好了 动作就很简单 先左手提起 托天 右手掌向下翻 压着地下 一个托天 一个压地 肩头要放松 两掌要对拉 片刻 就是调理 脾胃衰单举的动作 好 呼气下落 一般的 一般的 谋悟的地方 就是在 托起手的时候 手臂托到直的 就不太好 我们会建议 两个手臂都是眉曲 手掌是摆平 一个就是水平状态 手指 眉弯 眉曲 撑圆 就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效果 然后下落 呼气 另外一点 谋悟的地方 就是肩头不能放松 放松伸展 才有调理脾胃的效果 好了 现在是介绍 第四式 五奴七相 往后朝 主要动作 就是站起身 站起身 然后两手向外翻 尽量船手臂 然后眼睛朝 左后方看先 胸壳有少少 伸展 少许下 肩头张开 慢慢 好像一个呼吸 然后放松 呼吸 我们做完 左边 看右边 提起双手 旋起手臂 然后朝 右后方 肩头张开 肩甲自压 片刻 放松 呼气 这个就是五奴七相的动作 好了 五奴七相 有些谋悟的地方 就是通常有些人 站直之后 掩空太多 或者突吐太多 这个是要将它改善 为一个舒适自然的状态 和着力点 要尽量去旋好我们的手臂 然后再将它每边都做到平均 为原则 好了 再示范多一次 在右边朝后 肩甲自压 船臂 向外翻 两手向外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着就是把手 又再翻来前方 好了 现在我们又介绍 第五诗 就是叫做 摇头摆尾去心火 先打开右脚 两手提起 滑糊 将两手摆去大腿的中间 轻轻碰住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提起身 吸气 然后看着远处脚 压身呼气 腰板保持直 船身过来 去另一边 接着就是 看着远处脚之后 眼神收回 然后再继续 滑个四分一圆 坐静 做个摇头摆尾的效果 好了 我们通常做完 这个是一边的 我们会做另一边 这个叫左傾 压身是呼气 船身过来 船身过来 另一边 看着远处脚 然后眼神离开 继续滑圆 坐静 好了 再做多一次一对的动作 这个是右傾 压身呼气 腰板保持直 然后船身过来 另一边 继续吸气 滑圆 坐静 再做一次 左边 吸气 左傾 压身 呼气 船身过来 另一边 看着远处脚 然后眼神离开 滑圆 坐静 好 吸气 提手 好 收起脚 现在再继续 这个是摇头摆尾 去心火的谋悟的地方 一般 要学到的就是 我们是身体中正的坐落 身体不要倾斜 身体不可以倾側 尽量将身体保持坐正的状态 做开始 然后向右傾的时候 将脚稍稍拉顺少少 压身多少 腰板保持直 这是正确的方式 多些 然后摇头摆尾画完 以不好跌倒为原则 一个好的做法就是这样 好了 我再示范多一次 左傾 压身 身是腰板 要保持一个角度 然后传身过来 另外一边 看着远处脚 然后 画完 坐静 身体不要太傾斜 这样就会做得好 好 接着就是 我们收起脚 回来先 下回双手 好 现在介绍的就是两手 攀足 顾神腰 首先我们将手 摆去身体两侧 然后举起 吸气 然后两手下落 呼气 去到平肩头之后 沉一沉肩 翻起手掌 收起手指 尽量在翼下 穿过 踏腰 摸着膀胱经落 抬起头部 一路摸到最底的膀胱经落 就攀足 攀足完 就举起双手 手 手臂贴耳 腰带伸起 慢慢起 慢慢起 完成一个 两手攀足 顾神腰的动作 呼气下落 翻掌 立起手指 捐过肩膀底 摸着膀胱经落 下落 下落 呼气 攀足 举手臂贴耳 腰带伸起 吸气 好 慢慢呼气下落 现在介绍两手攀足 顾神腰 一般谋误的动作 就是 一般谋误的动作 就是 当它提起双手的时候 落手的时候 一般手臂会沉下去 希望大家保持手臂 沉一沉肩 然后翻起手掌 穿过肩膀底 抑下之后 踏腰 不要拱背地下落 拱背地下落 就不太好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那条腰是整条腰 踏下去 摸着自己的膀胱经落 这样下落 和尽自己的能力 去到攀足的动作 做不到的 你都可以在上高做 但是要尽量做到 攀足 举起手臂贴耳的时候 就尽量提起双手 用呼吸带动上来 然后一个完整的 两手攀足 顾神腰的动作 是较为好的 好了 现在又开始介绍 第七色 这个是赞拳露目真气力 就是将两手慢慢落下来之后 先开左脚 承大马步 四平大马步 然后拉起手指 然后将双拳 摆到腰间 身体要中正 然后露目出拳 呼吸 打开手掌 要自己扭令手臂 然后再拿拳 收回腰间 然后呢 就是摆到腰间 再来 左手 右手出拳 打开手掌 扭令手臂 然后再拿拳 回来 露目收回 收回拳 收回拳 回来 这个就是 赞拳露目 真气力的动作 好 随手收回一只脚 回来 好了 赞拳露目 真气力 的谋悟动作 通常开步 有时会不够大 开步不够大 开步就尽量开够大步 然后做一个四平大马 这两个手是随随 慢慢转为 握拳的动作 然后 把腰间 身体 仍然 不要有 扑前的动作 这个动作是不对的 要尽量 把身体 站在中正 两只脚 不要太微曲 或者小樽 最好能够 做到一个四平大马 的动作 是较好 然后 然后出拳的时候 旋拳 旋拳 旋拳的动作 通常不是太明显 希望大家做到明显的动作 就会更加好些 肩膀 不要端起 尽量放松的肩膀 背后七天八病烧 背后七天八病烧 是我们将两个脚拍贴 然后 慢慢提起 尽量慢慢提起 提起后 然后慢慢回落 剩下少去 就引一引脚 吸气 提拳 然后 慢慢回落 引脚 这是背后七天八病烧的动作 谋悟的点 通常是 起的时候 会太急 太急 而且站不稳 这些要去改善的地方 然后 再慢慢提起 慢慢回落 引脚 就是背后七天八病烧的动作 现在是介绍完笔 整套的八段感 每一式的动作 大家好好学习之后 然后才做这个全段的演练 相机 空之下 两条 两条 转发 took 赶